被美女浪费的五个神级恶魔果实 本可以拥有比肩大将轻质的战斗力 奈何成为罗罗诺亚索隆的刀下王虎 小人本是一位颜值超高的妖艳女人 吃下叔叔果实后 战斗力没有增加 却变成一位中年大神 其实叔叔果实的能力很异天 可以将接触到的任何事物催促 对着山头使用果实能力 就能将石头变成灰 火壁凯多吐出的热锡 还能对人进行催促 让只有八岁的桃之主 瞬间变成28岁的模样 从一条可爱的蛟龙变成粉色巨龙 甚至敢于对抗青龙形态的凯多 假如小人偷偷将凯多催促到200岁 是不是就能将凯多直接送走了呢 光月石所吃的石坚果实 对战斗力也没有任何提升 却很适合逃跑 不管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 只要穿越时空 就能保住一条小命 面对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的追杀 光月石也能帮助陶之主等人逃走 如果光月石对果实开发更好一些 应该能让凯多穿越到20年后啊 不过时间果实不能回到果军 也断送了回到马林泛多就艾斯的可能 莫奈的学学果实属于罕见的自然系 却没有自然系毁天灭地的能力 虽然说是动动果实的夏季 相比大将清智的战斗力有天壤之力 面对跟着鹰眼学习两年的所谓 莫奈被吓得不能动弹惨遭谋杀 如果莫奈能有明哥一样的果实开发能力 实力比肩清智都有可能 爱恩所持的倒退果实 能力上正好与小忍的孰孰果实相反 小忍是对其他人催俗变老 爱恩正好是把别人的年纪变小 不过倒退果实也有限制 没使用一次 只能让对方倒退12岁 当敌人的年龄达不到12岁的时候 才会被倒退果实彻底消灭 一旦能力者失去意识 或者被干掉 果实能力也会随之消失 不过爱恩的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与索隆对战可以说是不堪一击 波尼靠着基因提取得到碎碎果实 是被萨坦圣认定为垃圾的果实 有一种能力是改变人的年龄 可以让自己和敌人变成老头和小孩 不过对武装色强大的敌人来说 这种改变年纪的能力没任何效果 碎碎果实还有一种特殊能力 就是靠时空扭曲 变成未来的人战斗 波尼就曾变成太阳神尼卡的模样 击败CP组织的成员成功出海 不过波尼对未来事物的了解不过 没能将尼卡和白色路飞联系起来 不然他也会拥有武当路飞的战斗力